Hello, 大家好, 又是十三小推介的時候 來到星期二, 選一條三穿一的組場給大家玩一下 希望我可以先拿回一些本 頭關就是星期二第一場澳洲對黎巴嫩 這個球我選了什麼呢?當然加回澳洲 選一個樣球, 球半兩球, 1.81倍 先看看這兩隊球的近況 說真的, 澳洲和黎巴嫩 澳洲當然是比較高 因為始終亞洲頭三位都是有他的 他本身近幾場踢的球其實都不差 上場對著南韓有些托大的感覺 因為始終他上半場也不太急攻 被南韓偷雞贏了一顆圓半場 下半場他看的情況也不太急 因為本身他的中場阿倫木耳 其實也踢得非常不錯 但始終他的前鋒 多米 多米那些, 給我感覺上是把握力不足 他去到大概七幾八分鐘 才會有一個快翼的前鋒 馬比出來 其實形勢也是扭轉的 有一個保持的階段 一個問題充滿的入球 追上一比一 其實本身, 說真的 這隊澳洲球其實都不差 他對著其他的亞洲也好 或者是歐洲球隊也踢得非常不錯 尤其是世界杯期間 其實對著丹麥都可以踢得一比一 當然, 對著法國的 其實級數是有分別的 但都可以入到一球 輸一比二 他在優秀賽方面 也贏到指客4比0 反觀黎巴嫩這隊 其實在亞洲來說 其實都是二三線的球隊 他對著馬來西亞 香港這些 都是贏一顆 約彈也是贏一顆 也輸給科威特 和胡志別克 其實攻力和防守都比較差 始終都是 所以就算讓到球半兩球 我依然都是頭關選擇回澳洲 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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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